日内瓦车展因为疫情取消 本该车展亮相的宝马S概念车也只好在线上发布 这是宝马首款中型刀端电动车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4系电动版的概念车 它的量产车型将于2021年 在慕尼黑工厂和燃油版插电混动版贡献生产 要说宝马车型近些年设计上最典型的特征 那就是近期格栓越来越大 曾经精致的双肾小格栓现在已经变成了大迷红 而在最新亮相的艾斯概念车上则已经堪称巨胜 无论你接不接受这都已成定局 在艾斯概念车上巨胜除了能给你提升醒脑的视觉冲击之外 还有着实际的功能 它同时也是一块智能面板 内部嵌入了多种传感器 毕竟现在的纯电动车也必须在智能化 自动驾驶方面有所建树才可以 从艾斯概念车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未来量产四系的设计元素 溜背的轿跑造型非常运动 短促精干的后尾门也增添了一横潇洒 不得不承认宝马车确实还得是不加长的标轴版最好看 内饰核心就是两点 大屏幕和极简 这是所有新能源智能化汽车内饰设计的共同方向 从艾斯概念车内饰整体的布局和中控台底部的按键分布上 还是可以看到宝马现有车型的痕迹 金色的金属装饰晦气十足 应该深得老板们的喜爱 只不过量产车上大概率是不会保留了 从发布的官图上来看 车顶大面积采用的是透光的材料 车里也就相当于一个阳光房 开着车兜风沐浴在阳光里的感觉一定很棒 还不用像敞篷车那样担心风吹雨淋 只不过爱美的女士一定要记住抹好防晒霜 动力部分根据官方透露的信息 艾斯概念车采用第五代BMW eDrive电力驱动技术 这是未来跑马纯电动车的主流 艾斯、艾X3、艾NEX 群将采用的是这套动力系统 新车所搭载的电机最大功率达到390千瓦 也就是530马力 官方给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约为4秒左右 在燃油车领域 这基本是高性能车或是入门超跑的势力 和特斯拉非顶级性能版特性相比 也不落下风 在续航方面 新车配备的电池组容量为80千瓦时 电池重量约为550千克 能量密度大概是145瓦时每千克 官方公布的WLTP工况下的续航里程约为600千米 据此推算 我们国内常用的NEDC工况续航大概可以达到650千米左右 这个续航水平在现阶段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宝马集团设计高级副总裁霍伊顿克将艾斯称之为 一款实现了零排放的完美宝马 目前宝马新能源车保有量为50万辆 到2021年底宝马计划拥有100万辆新能源车型 这份重任里有相当一部分会由艾斯来承担 这台艾斯概念车不仅仅是搭载了宝马集团 在新能源和智能化领域的最新技术 同时也展示了宝马新车的设计方向 这样精彩的新车只能通过线上发布多少还是有些遗憾 而这都是因为我们有更严峻更重要的事要去做 就是抵抗疫情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 希望这次的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尽快结束